台語聽有無 每天報信書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阿神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 台語聽有無 秋天是一隻螃蟹最好的時期 台灣出山很多種好吃的螃蟹 所以大家都會賺真春 好好來享受這種台自然的文書 總是看到蝦漆 海山島的牆蚌 你知道嗎 紅蟹和出爐蟹 菜蟹有什麼不同 人家說的萬里蟹是多一種 現在高 現在人差在哪裡呢 今天就來和大家分享相關的地績 和這些所謂台語怎麼說 在台語裡面並沒有發育的螃蟹這種說法 因為螃蟹是中青 但是台語噴得很柔柔 在台語傳統的情報裡面 這些水的我們就叫做蝦漆 如果鹹水的分成紙麥和蟹兩類 對議員來說 越重要的東西就是噴得越柔柔 法語把這三種都撐給做螃蟹 台語裡面因為這三種是不一樣的不正 不可以用同一個名字來撐好 所以對這就可以看出兩種議員背景的不一樣 我們常吃的紙麥分成兩類 一類是菜漆 紅漆和蟹漆 另外一類是三工 三木 這兩種漆是親生 誰做真小聲 我們台語裡面會把對我們來說 比較重要的東西 本作工的跟母的 讓他們不一樣的名字 親像同一種漆 工的就叫做菜漆 母的如果接到工的打正 就叫做蟹漆 也有人叫它幽毛 那是已經跟工的打正的就叫做紅漆 同樣 三工是工的 三木是已經打正的母漆 那是沒打正的母漆 就有人叫它叉幽 我們常吃的漆 還有酒漆 酒漆是很出名的三種萬里蟹的其中一種 另外兩種是火漆和三點 酒漆的肉真Q 氣味最高 兩隻現在說肉真多 價格就是三種萬里蟹裡面最多的 所以大家都很愛吃 那如果火漆到三點都很好人 火漆在那邊煮的時候 咳就紅紅白白 有夠漂亮啦 煮食以後 咳水更更新 肉啦 真十斤 肉太多 直接用電鍋蒸起來就很好吃 餐廳也常拿來擦腸頭和機能 也能當作很有名的避風堂炒蟹 是真受歡迎的漆 那如果三點會叫做三點是因為 它的殼上面有三的紅紅的黃點 它的肉很柔的殼軟軟 頭上的殼可以看到裡面滑滑的仁 是真好吃的漆 我們常說一碗糕一碗糕 一般人都叫是一碗糕 就叫做一碗糕 舒適修不是這樣 人家說啊 工的吃糕 木的吃人 所有的芝麻糕一般是說工一碗糕 如果打開它的殼裡面白白糕糕的就是 因為色水是白色 所以也叫做白糕 另外如果是白碗的 maar 三個棕糕 出來找了碗糕糕糕 也可以叫作招百糕 也叫作青碗糕 這個是圓糕和工人一起去白糕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當之後打開後 按他把它變頂變紅 這就是我們最喜歡吃的 現在人紅族人 等等松松QQ 應用 好看又好吃 台湾是报道 国众的海赛都很豐富 其他要有很多趣味的海洋生物 两天就给各位观众朋友收看 今天这个台记听有没有就说到这里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把时间交等给大家煮博